接著來關心 看到是社會消息 臺北市永春飾品攤 價格優惠 這業者訂出規矩 我全部都賣你一折賣 那麼如果偷竊被發現的話 你必須要原價購回 不然就直接報警處理吧 不過日前這名富人是動了壞念頭嗎 自以為沒人看到 抓了飾品就放進包包 但其實被業者看在眼裡 看對方年紀大 不斷的民視暗示 希望他物歸原主 但沒想到對方轉身想跑 黃昏市場內 大火擠一塊選購飾品 老闆廣播 價格超優惠 六百坡賣六十八 一千賣你一百 通通一折賣 但中間這位大省卻齊了歹念 壓低身子伸出右手 左手卻很不安分 抓了個飾品丟進包包 所以有攝影機在照啊 這還是要小心 以為沒人發現 但其實被看得一清二楚 老闆明示暗示 開始勸示 昨天都被我抓到抓這個 這樣子側我不注意抓起來 被我抓回來 叫他買原價回家 婦人衝而不聞決定貨出去 抓準時機準備閃人 老闆不忍了 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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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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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永春市場 每到傍晚總是擠滿了人 有心人士想借此伸出第三隻手 其實這位老闆本來不想訴諸法律 但大省還是不願付錢 只好公事公辦 被店家來提告這個竊盜罪 警方其實就必須要受理 不會因為店家後續有和解 而可以撤回這樣子的一個案件 73歲的無姓婦人事後被依竊盜罪起訴 買東西就該付錢 別為衣食貪念 最終反而因小失大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